热搜榜的话题,北京呢,有一个女性啊,要和这个离婚啊,热搜榜的 相处三年了,要选择结婚了,选择结婚做婚前体检 结果呢,第二天呢,婚前报告出来了,这个黄先生啊,坏乙型肝炎 坏,我这个还没读顺呢,是吧 他这篇文章,大家,我有点糊涂了 真的糊涂了,我读一下,大家能理解吗 这个看看这个现在,这个官媒的这个小编们,真的是,哪个需要学校毕业的,没有我这个初二农民工呢 AB视频报道,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一方换乙干对方申请撤销婚姻关系的案件 据了解,周女士与黄先生相处三年后,选择登记结婚,在领证时还做了婚前体检 结果第二天,婚检报告显示黄先生患有乙型肝炎 周女士无法接受,她认为黄先生为了达到领证的目的 故意在婚前隐瞒了乙干病史 黄先生说冤枉,表示自己此前没有察觉出有任何的疾病 很快,周女士起诉到法院以黄先生婚前隐瞒重大疾病为由 要求撤销婚姻 法院竟审理认为,以兴肝炎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撤销婚姻重大疾病范畴 故判决驳回周女士的诉求 我把脑袋想破,我也不理解她在说什么,朋友们 或者如果是这样说呢,就通顺了 这个周女士和黄先生呢,等于是适时婚姻三年了,就通居了 两人在一起呢,可能还有共同财产的一些问题 然后就两人就说,咱还是要个证更好一点的 结果一去领证呢,就发现呢,这个丈夫呢,有这个肝炎 她是个适时婚姻,她还没有这个,啊 这个所谓的法律这个层面的夫妻关系 结果这个周女士一看,她还有这个共同财产 两个人怎么办呢,她得要把这个财产切个走啊 所以说到法院去起诉,我们是个适时婚姻 我们现在两个人不能在一起生活了,原因她得了乙肝 啊,这个 焦点呢,重点呢,就是她隐瞒了 男的说,丈夫说我没隐瞒,是吧 法院说这个乙肝呢,不是个事 不个回 就是这么个事 我只能是给说相声在这里,是吧 应该是这样啊,我推断哪是这样啊 不信你们自己来热搜网看 热搜名词呢,我就把它搞成标题 就是丈夫婚姦查出已干 妻子要求离婚 大家看这个题目就是矛盾的不行 你婚姦不还没结婚吗 婚姦不是结婚之前做的一个手续吗 啊,为什么婚姦 就是看你结婚合适不合适吗 这怎么一做婚姦查出已干了 就闹离婚,结果怎么理解 我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这是咋回事了,是吧 这个小编,你也没有一个主编吗 给你省省你这个稿吗 还得让我们这个初二农民工 还得给你演绎在这里,是吧 我查了下关于乙干 乙干这里面的这个事还挺多 有人说呀,非常的遗憾 一个时代的悲剧 说这个乙干呢 这里有巨大的悲剧 这个巨大的悲剧 这文章太长 我也不知道这个 我看看,简短的看看吧 能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这个时代的悲剧是什么玩儿 先说乙干啊 乙干呢,说很多种 有轻度的 轻度的乙干呢,就是 头晕眼脏啊,乏力啊 咽石啊,咽油腻啊,尿黄啊 干的趣味啊,不舒服 一触摸就疼 睡眠不好 干在哪个部位,我也不知道 啊 呃,中型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重型和轻度之间 真的,就是白头白刻里面 那么中型的呢 有什么问题呢 除了那个轻的以外呢 有这个肝病面容 啊,肝病有面容 脸色发黑 古铜色 还有肝掌 就是手掌大 啊,有小鱼 鸡片 充血 啊 斑点 鸭肢变白 还有蜘蛛痴 蜘蛛痴是什么呢 就是中型一个红点 周围有放射性排列的毛细血管 形似蜘蛛 啊 还有呢 脾脏肿大 啊 等等 我看后面好像还有一个说 就是最严重的就是肝硬化 导致肝癌 啊 就是肝病 啊 这个还是挺可怕的 那么这个 人 传染是什么传染呢 呃 是这个 血液 体液 母婴 体液 可能就是 呃 等于男女 这个关系了 啊 呃 东西啊 那么现在 咱们预防呢 主要是靠接种疫苗 啊 呃 全球呢 有2.57亿人 感染 每年呢 有88.7万人 死于这个感染 我天 真的非常厉害 呃 中国呢 说有2000到3000万例 这个时代的悲哀 这大哥说的是啥呀 05年以后我几乎就没有了乙肝患者 90后 00后才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首先以肝病毒治愈药物研制很困难 随着疫苗普及和母婴阻断 以肝患者是日益减少 是很难有药企再去做研究治愈的药物了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肝药素和抗病毒药物 或者祈祷那万分之一甚至更低的自然转音率 哎呀 这个文章太长 感兴趣的朋友再去看吧 啊 我说点其他的东西是吧 呃 大家评论的量很高 要不然的话我也不做这个帖子了 呃 这里面有一个说法呢 就是 合适不合适啊 咱也别管他俩到底是怎么折腾了 就是结婚了 啊 发现一方呢 病了 能离婚吗 哎呀 啊 嗯 我反正对我太太不离不弃 是吧 假如我有什么问题 我太太要说离开我 我觉得还是可以 甚至都不应该用道德这个 约束这个事啊 没有什么道德约束的 我认为夫妻关系的底层逻辑呢 是个菜市场逻辑 咱俩结婚的时候 你要不就声明 我有一个条件 就是我要有病了 你不能离开我 啊 当然你有这个声明 对方也可以提一个声明 说根据你这个声明 根据你这个要求 你得给我付一百万 我就接受你这个条件 菜市场嘛 不就是你出条件 他出条件 这样谈吧 但是在此之前没谈 没谈就 就没有这个约定 他的底层 夫妻关系 底层是个菜市场逻辑 是个交易逻辑 在上面 可能走入了魔鬼那里去 是吧 在这边转向 可能走进了所谓的天堂 当然这中间区域 可能是混沌 两个笨蛋 两个猪 是吧 我是我啊 我是我啊 那 如果菜市场这个逻辑 底层的属性越强 我个人认为 他就是像善的 像天堂的那个 那个趋势就越强 如果这个底层逻辑 一见就见到所谓的 那个石铁生说的 咱俩的这个盟约 咱不是菜市场盟约 咱是个神的盟约 我就有点害怕 我担心哪 就是 比如说两人结婚 他讨论 咱俩就不是菜市场盟约 咱俩就是神的盟约 他有如果有这样的讨论 我觉得还好一点点 如果连这个讨论还没有 就是潜意识里面 咱俩是个神的盟约 往往就出大问题 就不这个就出大事 我这个感觉不知道怎么样 是吧 我再说另外一个问题 这里面呢 有一个朋友 他总是转一个叫大旗 一个说婚姻的 他说一个什么呢 大旗观世间的 他说呀 夫妻两个就好像是下围棋 就是如果你是段位高 你这边是孔子 你这边是苏格拉底 你俩婚姻厉害了 是吧 你下一辈子也下不完 然后这个你俩水平还都在提高 就是博弈 说的真是非常妙 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博弈 其实也是菜市场逻辑一个东西 但其实我认为 这个人和人 他极其复杂 极其多变 就是竞争 你要有博弈的这个东西 就是要竞争 竞争的时候 人会累会厌倦 是吧 而且这个竞争的东西 往往不能满足人的 这个膨胀的内心的东西 人向往神 人向往最厉害那些东西 他就不太能满足他 这个你博弈吧 容易把人从梦境 从虚幻拉到现实 人需要梦境 需要虚幻 所以说博弈之外还有东西 那你比如说这个胡适和江东秀 据说江东秀 汉妇 因为这边苏格拉底的太太也是汉妇 这个国角 不认识字 你说他和 据说他和这个胡适很幸福 他俩是博弈吗 他俩是平等的高手吗 我在这里要说什么呢 就说这个 极其难论证 我可以把这个江东秀 可以论证说 据和胡适有高有低 胡适我天会好多的语言 哎呀 全世界文明的大学者 什么大思想家 啊 那你江东秀怎么和他比啊 谁强谁弱 其实这个怎么都可以论证出来的 我既可以论证出来 他假如我想象的 他比胡适有强的地方 啊 这个胡适有比他强的地方 也可以说两是平等不恶异 但夫妻关系不只是这些个东西 对吧 但他的底层就是 啊 是两个自然人 别说你结婚结束倒霉 结束仇人来了 我天 等于我结婚吧 结束个生死状 说就是什么生死状 是黑社会 那就太可怕了 是吧 咱结婚不要结束 结成的 堂会啊 什么黑社会那个东西 咱还是自然人 财食场 底牌是财食场 哎 你说他病了 你都不要他 抛弃他 有我们社会啊 因此在这里 最重要的我一个观点 我们可以说社会缺德 是吧 但是我们尽量的别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说这个他病了 他就不愿意和他生活了 说他缺德 这里法律有仪器罪啊 大家注意啊 啊 法律有仪器罪的 你说这个配偶病了 你要说不管他 这个 我病老太太说 不要我 不要我就不要 我也不会说 哎 那仪器罪啊 我要这个 要求公诉 仪器罪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诉他 公安局也必须要 要处理他 是公诉 公诉不是要我 去阻诉就可以 但我会阻止的 我会 你们太自主多情了 是吧 你不要 找我太太麻烦 那他大家都问我怎么办 怎么办 我找你 好好好 就停了 大家就要明白 什么意思了 后面就你们去想象了